这个展区你来过吗 曾经来过一次 大概多长时间以前了 一年以前吧 当时行业里有一个宣讲报告会 然后在沈飞是首演 所以当时趁着这次机会 那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展厅 当时应该是也正值 这个清明节的前后 2024年清明节前夕 罗亮第二次走进 位于沈飞航空博览园的 罗阳先进世纪展区 这个展区于四年前建成 纪念的正是罗亮的父亲罗阳 这张全家府里中间 那个小姑娘是你吧 是我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应该就小学 二三年纪的样子 说这两个小辫子 那个好可爱 那时候看着爸爸也特别年轻 对 罗亮的父亲罗阳 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飞机设计专业出身的他 曾是我国首型舰载机 歼15的研制现场总指挥 2012年11月23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舰载机歼15 首次成功起降辽宁舰 罗阳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两天后 辽宁舰返回大连港 罗阳走下悬梯 留下生前最后一段影像 他没能参加当晚的庆功会 而是因突发心脏病 促然离世 年仅51岁 父亲去世时 罗亮21岁 正在上大学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父亲的离世 一直是他心里不可触碰的禁忌之地 从来都没太接受过采访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面对 是因为我从头就没有接受过 他离开的这个现实 我总是幻想着他还在出一个长长的差 此时此刻 依然觉得他在出长差 就不然的话 总在想 这个人离开我了 没有办法再见到了 和我原来干了很多 我为什么不能干得更好呢 为什么不能让爸爸更开心呢 就这种心态会影响我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不太敢 暴露出来自己的一些不开心 而且家里有奶奶有妈妈 其实你不能脆弱 他们会更担心你 你应该带着爸爸对你的希望 往前走吧 如今 罗亮在中国航空研究院 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 虽然不研究飞机 但他延续了父亲魏靖的事业 成为了一名航空人 我现在身边看到了太多的航空人 让你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向他们靠拢 在你身上 可能你没有办法去回避的身份 就是你是罗阳的女儿 你是航空人的骄傲罗阳的女儿 我经常回避 但这是你没有办法去回避的身份 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把自己 嫁到一个很高的要求里 但是我现在一想 如果爸爸 他一定是希望我健康快乐地成长 他其实应该对我没有 一定要出人头地 一定要做成一件非常伟大的事的 这种要求 应该是最平凡的 父亲对女儿的这种关爱的 希望我健康成长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不能给爸爸丢脸 不能给家里抹黑 罗阳是爸爸 他也是楷伯 是全国人民的楷模 但他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家人心里 就是一个对工作和家庭 都非常负责任的人 一个一年365天 几乎都穿着工装的 普普通通的航空人 一个把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 现在你正好坐的位置 就在殲-15飞沙前面 这是这张飞沙的海报 就我们看他们 只觉得他们是国家的重器 是让我们远远看着 深深景仰的 那他们在您眼里会有什么不一样 一是感觉他们挺可爱的 感觉这个殲-15 就像爸爸眼中的一个孩子一样 另一个孩子 但心里会不会想 在生活当中 爸爸管这个孩子的时间 比管我多 对 可能也会有 小的时候 他可能常拖着 这个疲惫的身影回来 然后第二天 可能我还没有起床 他就出门了 然后周末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常常地加班 爸爸具体在做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应该知道跟飞机有关系 但是不太清楚 具体在做什么 因为这个大院里 含飞机量非常地浓郁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 小伙伴起名字 也叫什么什么航 什么什么飞 爸爸真是个学霸 物理满分一百 你怕考的九五 罗阳出生于军人家庭 长在部队大院 1978年高考 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当中 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 以及飞机制造专业 那年他如愿以偿 被北京航空学院 及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后又考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术士研究生 就读飞机设计专业 刚参加工作时 罗阳成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设计员 然而当时中国航空工业 正在经历一个低谷期 几年等不来一个新型号 很多人因此转航 但罗阳留了下来 他从高考报志愿到从大学到研究生 航空报国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志向 他喜欢看那个战争的片子 他总觉得就是拿到制空权才是赢取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途径 所以他觉得研究这个飞机赢得制空权是一个很必要做的事情 2002年 罗阳被调至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沈飞集团是我国重要的尖机机研制生产基地 被誉为中国尖机机的摇篮 罗阳上任时航空工业已经走出低谷 数个重点型号的研制同时展开 忙碌一天后 罗阳和女儿的交集是初中的几何难题 他怎么给你辅导功课的 那个辅导的过程里是不是觉得 我爸爸是一个神级的学霸存在 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放下这个学习很久了 但是后来发现并没有 他会用我能接受的话语去引导我 而且他更多的是讲一种方法论 就他不会说所有的题 一遇到题就讲 他会觉得这道题和另外一道题是有关联的 你可以用上一道题的思想和方法去解这一道题 所以后面我就发现 是要找规律的 是有方法论在里面的 不然的话大海捞针永远捞不完 你看这是他硕士毕业的时候 学校给他的专业鉴定和成绩单 学习上一丝不苟 认真刻苦 从不放过一个疑点 这是他一直以来养成的一种学习的习惯 在工作当中应该也是这样的人 他的这些状态你能感受到吗 就是从家里他整理的他那些东西 我真的是感觉到他是一丝不苟的 其实很多就是什么磁带CD 要是我就愿意到处去放 但是他就是这么小娱乐的东西 他都会摆弄得整整齐齐 我看他还挺专业的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 罗杨是一个要求严格 一丝不苟的人 但他的表达方式 却是儒雅平和 富有亲和力 爸爸教导我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 就是他在用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影响我 什么时候你会有这种感受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原来爸爸讲过 要收拾好自己 比如说他问我 你说解放军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就会打声仗吗 我说不会啊 那敌人会怕他吗 我说也不会啊 那为什么解放军凝聚力这么强 总能打声仗呢 是因为他们的素养深刻地 刻在他们的血液里 那对于爸爸的这段话呢 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 就是一定要把小事细节做好 然后要把自己的习惯养好 这样的话才会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一生受益 2007年 罗阳成为沈飞的董事长总经理 此时正赶上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就是研制中国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 由于西方国家对航母舰载机技术实行封锁 中国只能走自主创新这条路 面对艰巨的任务 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 克尽职守不负重托 你去过他的办公室吗 没去过 小的时候想去吗 挺想去的 但是他们那是生命的环境 是是进不去看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细致 完整还原他办公室的一个场景 这种状态的 现在终于知道了 为了缩短研发时间 歼15舰载机的研发 由传统的先设计再制造 改变为设计与制造并行 但这就需要罗阳调集 沈飞大量基础人员投入到研发中 可他同时还要保障其他多个型号飞机的生产与试飞 由于保密的需要 罗阳无法跟家人分享他的压力和紧张 我听妈妈说过 有的时候他起床还看到爸爸还在思考 但是不是说他一晚上都在思考 应该是他睡不着或者是起得比较早 一醒了他就在这儿静想 然后他有一次问妈妈 你怎么理解磕镜值守 妈妈也会觉得 怎么突然间开始问这个问题了 但一定是工作中遇到了一些 想不开解决不开的这个事 现在对这四个字你有理解吗 就是我在想他为什么要磕镜值守呢 特别好的问题 为什么要磕镜值守呢 人去磕镜值守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他应该是把国之重器航空的这个责任使命担当 他应该是想做到最好 所以他才能干到这么努力到这个拼尽全力 作为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 罗阳需要协调设计与生产部门 军方与生产单位的关系 还要协调好近200家协作单位的关系 工作节奏最初是711 每周干7天 每天干11个小时 在最后冲刺的一个月 则变成了720 几乎每天工作达到20个小时 在所有研发人员的日夜付出下 歼15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 仅10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 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 当歼15从车间推出的时候 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 步步紧随 一个螺丝钉弄错了 其实都会影响着飞机的上天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不眠 他的不休 其实就是来自于 他对这些工作的责任感 就任何一个细节都决定着 整个这个事业的成败 当然还会有人 生命的安全 对 这些都在父亲的身上 对 包括听说他在试飞的时候 会握每一个飞行员的手 会说放心吧 我们的这个机型一定保证你成功返航 2009年8月31日上午 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 歼15昂首升空 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 他的经验表现为随后的舰载飞行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们能看到他的照片里面 其实松弛的状态下 他是特别爱笑的 其实跟你有一点像 你们俩有点自来笑 证明他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 爱笑的人 在家里他很随性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什么样的随性 比如说 让你觉得可能跟这个 他工作当中会有一些反差 因为他工作我没见过 然后他回来 比如说你能感觉到 他如果办成了 或者办成功了一些事情 他会哼着口哨就上楼了 所以我从四楼到五楼的时候 会听见他哼口哨 今天他可能挺开心的 在家里为数不多的时间里面 他会做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 他喜欢听我弹钢琴 他觉得弹钢琴是一个 特别让他舒缓的一个事 他也喜欢买这个古典音乐 然后其实当时学钢琴 弹的都是特别简单的曲子 但是在爸爸眼里就感觉到 哎呀 姑娘还有这些技能 他非常的开心 他会在边上会做一段时间 而且会说 哎呀 弹得真好 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 莫大的鼓励 爸爸最喜欢听你弹那首曲子 叫《新奇的五月》 特别简单 什么旋律 对 就是这首 特别简单的那首歌 然后他觉得 我女儿弹得真好 觉得学钢琴真好 还能给家里带来音乐 所以他鼓励我很多 所以我感觉他回到家 其实可能不一定是 愿意去听这么简单的曲子 可能就是享受跟家人 在一起的这种时光 2012年9月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正式入列 两个月后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终于到来 2012年11月23日 一架米黄色歼15战机 飞临辽宁舰上空 在飞行员的操纵下 歼15稳稳地停在了 航母甲板上 之后 辽宁舰首批舰载机 全部完成了 航母起降飞行训练 中国战斗机 从陆地跨向海洋的梦想 终于实现 罗阳兴奋地 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 这竟是他和家人 最后的告别 2012年11月25日上午 迎接罗阳的同事 感觉到 上岸后的他 甚至连拥抱都没有力气 同事了解到 他在前一天 就已经感受到 明显的疼痛 但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 没有就医 2012年11月25日 在距离医院只有几百米的时候 罗阳倒下了 当天12点45分 他因心肌梗死 心原性猝死 与世长辞 2012年11月26日凌晨 护送罗阳遗体的灵车 回到了沈飞集团 得到消息的沈飞人 纷纷自发来到路边 用车灯 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长长的车队 还特意从罗阳 母亲家的楼下 轻轻驶过 六年前 面对面记者 曾与罗阳的母亲 吴传英 有过这样的对话 但是假如 您儿子能再选择 您愿意让他 平平安安的 能够长寿的过一辈子 不忙 能多陪着您 还是说 您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 是做了这件事 这么过这一辈子 我还不愿意他 容容无露的 我还愿意他 有所作为 我觉得这样 再对得起党 再对得起国家 不要对不住您了 对国家的贡献 这就是对家的 有国才有家 这一点我是 有国才有家 我们最大的罪求 或者说是理想的 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要使我们国家的 国防工业 使得我们国家的 先进的战机 能够早日的 照射部队 使得我们国防工业 能够更加的强大起来 罗阳把生命中 最灿烂 最美好的年华 都献给了 祖国的航空事业 献给了航母舰载机的 研制是非工作 可他留给家人的 却是太多的遗憾 罗阳牺牲的第二天 也就是2012年的11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学习 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 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 罗阳青年突击队 如今 罗亮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父亲离开后的12年里 罗亮常常会想起 最后一次与父亲爬山的情景 当时他带我去 沈阳这边应该有个凤凰山 其实那个山不是很高 我就爬不上去了 只是懒 倦怠 又不想爬了 不想爬了 然后爸爸说 一定要坚持 你看前面的山峰并不高 你爬上去了 今天就胜利了 其实当时我对胜利 没有多大的竞争心理 但是爸爸一直在陪着我 边走边聊 边往上爬 很快就爬到了 当我发现这是最后一次 跟爸爸出行的时候 我就特别后悔 怎么没跟爸爸多爬一会儿 或者是爸爸说什么 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答应 我为什么还要犹豫 还有不想爬 其实应该是最珍惜那一次的 在之后你的成长力 哪一刻你会觉得 这些话对你特有用 每天都有用 因为感觉 事业都是在不断地挑战 都是在不断地创新 现在如果就安逸了 那就失去了这个 我们奋斗生活的意义 所以自己还是希望 以一种积极阳光 在努力工作的这个状态 能做出更好的工作 现在什么时候想他的时候最多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吧 就是为什么会想 他遇到困难 为什么总能功课 我遇到困难 肯定没有他难 所以我有什么理由 去倦怠呢 欠读了 我遇到困难